陈赫出轨门事件实属2015年娱乐圈的一大猛料 而在低调一个多月后 陈赫在李晨的陪伴下 一同出席了三个奶爸的新闻发布会 在现场 陈赫一袭黑色妻妆显得格外精神 丝毫没受到离婚风波的影响 此次现身 也是出轨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整场活动 陈赫只负责微笑站在最边上的位置 像一张全身照贴在了发布会的角落里 偶尔模仿起剧组其他人哄孩子 微妙没笑露出了曾小贤招牌式笑容 引得现场粉丝欢笑不断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每当拍戏的时候 孩子一哭 全场的人都会变成孩子 孩子一哭 你跟他说 你说你别哭了 他听不懂 不管在现场多大的人 男人女人全都会 啊好了不哭了 啊在干什么 全场全变成这样 如今陈赫高调复出 确定再次参加跑男 不过有媒体爆出 为了参加该节目 陈赫很近与张子权分手 在现场 面对媒体的追问 陈赫只字未提 就匆忙逃离 看来陈赫这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好男人 也是做到头了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 我做到头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